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小猫咪 因为这个英文念法太多了 一个人念的一个样 我就不念这个英文了 直接叫它小猫咪了 因为它那个图标是个小猫咪 大家下载下来以后点一键解压 这个下载地址我会放到视频下方 这个是汉化版的 大家如果想下载原版的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用这个汉化版的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双击一下这个 给大家演示的时候方便 然后右下角会出现这个小猫咪这个图标 然后我们点左键单击一下 会打开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0.85汉化版 这个端口 这个第一个端口是HTTB端口 这个是SOX5端口 这个是允许局域网 或者是非允许局域网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打开这个开关的话 我们点允许 如果你打开这个开关 打开这个开关 局域网里头其他电脑 就可以通过你这个 电脑进行上网了 就是相当于我们 如果你安装的插件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Google浏览 现在装一个 随求麦嘎 那个插件的话 可以设置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1.3的话 你可以打开这个地方 右键 然后打开网络设置 这个代理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实用代理服务器 你可以在别的电脑上设置一下 翻回来看一下这个IP地址 这个是192.168.1.2 你可以在别的电脑上 别的电脑上 在这个地方输入你这个 开开起这个小猫咪的这个电脑的IP 然后端口 这个端口你可以设置成 这个应该是HTTP端口 7890 如果如果7890不行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7891 具体这个我也没试过 这个是肯定是这个这么个用法 然后我现在就暂时关掉它了 然后就是这个日子级别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个日子 这个总部落 打开文件夹 这个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打开一个配置的文件夹 然后这个这个是个数据库 这个是 这个数据库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 它可以根据你这个 本地的IP判断 该该怎么走这个路由 是速度是最快的 路径是最短的 它如果你这个库更新的 更新到最新的话 因为我这个3月16号 现在没有联网 没有没有翻墙 这个代理模式没有开启 所以说点点它也没用 等你这个开启代理以后 更新一下点一下更新一下 更新一下这个 它这个路由的线路 我就会更新一下 针对你这个本地的IP 然后这个UPW这个应用 这个我理解 我理解好像就是 针对一些微软的应用 我们点一下这个启动助手 因为默认它是不支持这些 什么微软的这些 自带的这些应用的 一般也用不着 一般也用不着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打勾 这些 一般也用不着 这个CFWTAP网卡 安装不安装吧 如果安装的话 我个人认为 它应该是一个 如果你安装上这个网卡的话 所有的流量就是走这个 走这个网卡了 通过这个网卡走 类似我们前面介绍的过的 一个 那个什么 我们前面介绍过一个 那个SSTP 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通过一个 模拟的网卡进行走的 它可以支持游戏 然后还要直播什么的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这个常规的WAM ML 这个就是个什么 配置文件 那这个一般也用不着 大家也不用看 这个系统代理就是你 我们后面再说吧 这个主题的话就是这 白色黑色自动 我就调成那个暗色吧 暗色的时候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这俩我们 这开机自启动 大家就不用说了 系统代理就是 开启这个代理模式 后面我们具体说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代理这个选项 这个代理 这最上头 最上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局规则直连 全局就是所有的流量 走这个代理软件 规则就是类似我们的 那个PAC模式 只不过它这个要强大很多 后面我们详细的介绍 这个直连就是直接连接 就是相当于 不走代理的 不走代理 如果你选这个模式的话 就和没开这个代理 没开这个软件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 它大家默认的打开是没有 没有这些节点的应该 这个是我那会导入了一下 应该是 然后打开这个配置 打开这个配置 然后从你那个机场 我们打开一下吧 因为我用的这个机场 用的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我会放到视频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用一下 但是特别贵 提前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特别稳定 但是特别贵 大家点这个 点这个地方 可以一般情况的话 你可以 如果你想导入这个SSR加V2A 锁的节点的话 你就点这个 单独导入的话 就点这个 然后它就会 其实你打开这个 会自动打开这个 小毛咪这个软件 然后它就会到了这个地方 它提出我们的下载中 因为我之前已经下载过了 稍等一下吧 先把这个删掉吧 错误 因为我下载过 我再点一下 那这样它就下载成功了 它是 因为这个软件 它不能下载 不能相同的配置文件下载两次 只能下载一次 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更新 更新你的配置 然后我们重点 重点讲一下这个东西 其实也 我也我也懂得不太多 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和大家说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看法什么的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也不太懂 我也是研究了一下大概 下面这些基本上没什么讲的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配置 配置里头的 大家从机场里头直接导入 或者是你复制一下 那个地址 自己复制一下这个 小毛咪的地址 然后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在这个地方粘贴 然后点下载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大概说一下 这个是个文本编辑模式 因为它是YAML的 默认的 我们的记事本就可以编辑 但是呢 大家最好不要动它 我们就看第二个 这个编辑策略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像他默认的 他就给我们建了一些 这些特殊的代理 还有这个策略组 左边这些 左边这些 怎么说了 这个这个有点 有点那什么 然后我就想起啥来说啥吧 特殊代理 像这个 第一个 我也不念它什么了 这个就是直连模式 就是直接连接 然后如果选这个的话 如果选这个的话 就是直接就不让连接 就是阻止的意思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策略组 策略组就是相当于一个分组 分组 就是相当于一个文件 在你在你的地盘 或者是地盘下面 建人建立了好多这个文件夹 简单的理解吧 就这么理解 策略组就是 策略组就是你的地盘 节点选择 还有香港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文件夹 文件夹里头 可以放这些代理的 代理的节点 这节点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文件 大家就这么理解吧 然后下面这些是你的节点 节点就是你的文件 那具体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添加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 添加节点 它支持这个SS 还有这个Vtrade 还有SOCK45 还有HTTP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是自己搭建的服务器的话 可以这么个添加 我就不在这给大家这么添加了 大家大家点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一般人也不会自己添加 如果你会添加的话 也不用看这个东西了 一般机场 你订阅了机场以后 机场给你的地址 它这些节点都会显示在 显示在这个地方 至于这个策略组 策略组 你也可以自己添加 这个应该是个测试节点的速度的 基本上没用 这个我不知道是 到底是啥意思 一般用这个 最后一个是负载 负载均衡应该是 但是我也没怎么用过 大家知道的留言说一下 这三个 这个select就是选择 选择的话就是 怎么说了 就是你让哪个 你让他比如访问奈飞 这指定 指定他走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头的一些节点 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就这么说吧 比如 我们就奈飞吧 奈飞 就选这个 然后点确定 这个策略组里头 就多了一个奈飞 多了一个奈飞 相当于你建了一个文件夹 然后这边的最下面 这边就是Z66 Z66就是你所有的文件夹 就是这些策略组下面的这些 所有的文件夹显示的 这最下面这个奈飞也出来了 比如第一个 比如这个是支持奈飞的节点 不过这个都支持奈飞的节点 我们就比如这个是 你想让这个节点 看奈飞的时候使用这个节点的 然后你就把它拖过来 拖到这个下面来 拖到这个奈飞下面来 拖到上头去了 拖到这个奈飞下面来 这样的话 放到奈飞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用这个节点 如果你是像这些 像这些 就这么个意思吧 大概 然后再和大家说一下这边的 这边的节点选择 节点选择 它相当于也是一个文件夹 节点选择 它这个文件夹里头套的 这些 香港台湾这些文件夹 大家知道吧 相当于就是香港 这不是香港台湾 这些新加坡什么这些 文件夹里头有节点 有节点 然后 那节点选择 它就是优先 选择这个香港的节点 如果香港的节点不行 走台湾的 依此类腿 就是就是这么个走法 然后 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然后就是这个奈飞 你现在虽然建立了一个 这个什么 建立了奈飞这个策略组 但是它是肯定 你现在访问奈飞的话 肯定不行 你还需要一个 什么 还需要配置一下 我们先点保充 先点保充 你还需要在这个规子里头 你策略已经建完了以后 你还需要编辑一下这个规子 你可以添加一个规子 它默然的有800多条 大家可以看到 800多条 其实机场给你的 这些已经足够了 这些规则已经足够了 大家 没必要自己手动添加 我就 只不过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 这个是怎么个用法 然后点击这个添加 比如我们刚开始 做的这个奈飞 奈飞的网址 我们就是netnetf lix 应该是这个 那奈飞的网址都包括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关键字 域名关键字 所有域名里头 包括这个net 奈飞这个关键字的 它都必须 我们在下面这就是我们代理 或者策略了 那些了 像这个就是 你要奈飞如果直连的话 你就直连 让他这个 这个第二个 这个就是走代理 这个就是禁止访问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奈飞就是我们建立的那个文件夹 就是分组 让他 我们就选这个 选上这个以后 他就是 这样才是真正的 然后我们点添加 点添加 这个时候 只要你放入奈飞 他就会走那个 我们选的那个分组里头的节点 然后我们点保存 就这么个意思 嗯 然后 其他的编辑规则 这个是复制配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编辑规则里头 添加里头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个 像这个就是 后缀 域名的后缀 比如 就拿谷歌.com 如果你输上 这个地方输上谷歌.com 谷歌.com的话 就是 所有这个 比如是 3w.google.com 也会匹配 就是 什么 MAP 地图 谷歌 MAP.谷歌 什么的也会匹配 就这个意思 这个是后缀 后缀的意思 这个是域名 指定的域名 就是 如果你这个地方写的是 那 百度.com 它只对这个百度.com 起作用 不会对这个3w.百度.com 起作用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关键词的话 就是我那边说的 只要域名里头包括 这个关键词 比如你说 苏格百度 BIDU 所有包含这个 网址里头包包含这个百度的 它都会适配 下面这些我也没研究过了 这些 大家就不用管了 像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只会用这三个 大概 这个应该是正子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关口 用的不多 这个具体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了 所以说也没法和大家说了 如果知道了 大家罗列一下 留言 交流一下 如果你选好了 比如你这个地方选的百度 百度也就是说你只要 只要出现这个百度的 网址里头包括百度的 你都让它直连 选这个直连 选这个直连 然后你点添加 也就是说以后所有的 所有打开 包含百度这个 关键词的网址都会直连 不通过这个代理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选的是这个 这个的话 就是全局 就是 所有包括百度的 这些网址都会 都会走代理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 那就是所有包含百度 百度这个关键词的 就打不开了 那就不让访问了 我们试一下吧 试一下看行不行 我们试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打开一下 诶 可以啊 这个 这个有可能因为啥 这个 规则里头 它以前自己 有一些规则 有一些百度的规则 然后我们把 这个是我们刚才设置的 然后我们把以前的这些 删掉它这个百度点 看我们像这个 这个就是后缀的 后缀的所有百度要看我们的支联 然后我们删掉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也删掉吧 然后点保存 我们刷新一下 还可以啊 系统代理没有开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系统代理吧 胡折腾了半天 开了看一下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百度是打不开了 百度打不开了 我们看一下YouTube能不能打开 我们看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YouTube是可以打开的 为什么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扩散了一下打不开的那种感觉 给人感觉 像是打不开的那种 其实它就是选择呢 我就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软件有点复杂 这个编辑策略 香港像这个香港 这个香港里头的节点 它会先测试一下 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 如果这个节点 如果比如第一个节点不能用 它就会用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不能用 它会用第三个节点 比如像这些倍率 倍率比较高 这不是 如果你不想用这些倍率高的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 你留下这些倍率低的 因为你平时就看视频了对吧 你也要求不高 所以说你不想用这些倍率高的 你可以把这些倍率 一倍率的全留下 我们就先试一下 把这些倍率高的全删掉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它会挨个选择 这样的话你连接的时候 你连接的时候到时候 它就会全是连接这些一倍率的 香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香港的 这个还是可以的 它会自动选择这些节点 好了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百度还是打不开 就这么个意思 我们把这个百度的这个删掉 试一下 删掉试一下 就这个百度把这个删掉规则 然后我们点保存 我们看一下百度 可以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百度 就可以打开了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 这个规则里头 这些我就 当然了你也可以 我那会是选择了这个了 你也可以选择特定的节点 特定的节点 比如像你看奈飞的时候 你不想让它走这个分组 就是不想走这个奈飞的分组 你可以 你想指定一个单独的一个节点 你可以选择这个单独的节点 也可以是一样的 像日本新加坡 这也是一个分组 相当于一个文件夹 就这么个理解 这个规则的话 就讲到这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策略 还有什么要说的 这个策略 策略也没什么说的了 如果大家 没看明白的话 翻回来再看一下 我觉得我说的 也还比较明白吧 举的例子也比较恰当 大家自己看吧 这个地方 就是默认大家 要选这个规则 一定要选这个规则 不要选这俩 因为你用这个 小毛病 你就是为了分组 对吧 像商那些网站 像做这些规则对吧 像哪个网站 走哪个节点什么的 都可以 常规里头就是这个 那会忘了开这个代理了 所以说搞了半天 甚至开机自启动 那就说你 关了机以后再开机 就自自动启动 这个小毛病了 对吧 其他也没什么好介绍的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视频下方留言 有懂的 大家多看一看评论 回答一下大家 因为有些东西我也不懂 我 这个 这个都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 给大家讲的 有可能 有啥问题吧 有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讲的不对的 大家在视频上方留言 说一下 好了 就说吧 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